在欧洲经济委美不振时,欧洲各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同意将会任命专人监管欧元区的所有银行。 这个协议是欧洲各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后达成,法国总统说法国一直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实现由专人监管17个欧元国家的所有6000家银行,因此他对星期四达成的这项协议表示赞赏。 而德国总理支持由专人监管欧元区的银行系统,但他顿促各国领导人要将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再实施这项计划。 他们的目标是要实现比现时有系统更好的方案,为此德国财政部正在努力,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等到2013年实施这项计划的原因。 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隆佩希望各国政府迅速行动在明年1月1日之前达成框架协议。 在欧元区银行系统实行单独监管之后,各金融机构就可以直接申请欧洲紧急救助基金的帮助。 目前各国陷入困境的银行,必须通过各国政府才能提出申请。 您的监管录 您的监管 您按一下 您的监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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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的监管